今天有新闻报道说热火有益欧文 目前呢这个新闻的准确性还无法去判定 既然聊了咱就顺着说两句 那么热火是否有益欧文呢 能否有益欧文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概率不是特别大的 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热火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队人 是一个非常强硬 非常有团队文化的一个球队 以热火的这个风格 说实话很难容忍欧文不打疫苗 欧文突然间不打比赛等等等等的一些事情 然后咱就说第二点筹码方面 热火想货欧文大概率能拿出的筹码 就是洛瑞加上希罗 以当下蓝网的情况来看 洛瑞应该是不能要的 所以说想达成这笔交易 大概率的一个方向就是 用洛瑞送到第三方 蓝网得到一个特例 然后希罗呢蓝网得到 热火得到欧文 考虑到是这样的一个交易 再考虑到热火的首轮签不值价钱 很有可能出三个首轮左右 才能可能达成这笔交易 那么热火能愿意用三个首轮 去赌一年欧文吗 而且续约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热火上个赛季也算是打出了 一个非常不错的战绩 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动不可的一个局面 他对于得到欧文 其实没有那么高的迫切性 所以我觉得热火想要欧文的概率 其实不太大 那么欧文适合热火吗 说实话是真的合适 热火这个球轮大家都是了解的 防守端不用质疑 问题就在进攻端 进攻端的没有延续性 整体的上限能力不高 去年巴特勒都打成那个样子了 都没有达到上限 陆瑞目前的能力无法去拔高上限 欧文确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但是这个交易也是赌性太大 对于热火来讲 对于来历来讲 我总感觉够呛 其实咱说实话 热火真的想去欧文 他真的有机会得到欧文 他手里有首轮 他手里有配评的合同 他不会影响特别大的一个阵容改变 但是考虑到种种约 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去操作 你们认为热火会去操作欧文吗 所以说想法可以答在平均区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就说这么多吧 晚上九点直播 最后呢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在哪里 这个阵子里有什么好想法